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在降维当中 另一个咱们用的非常广泛的一种手段叫做PCA 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主成分分析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PCA要做的一个目的 跟咱们之前讲的那个LDA差不多 我们的目标都是想提起出来最有价值的信息 让我们的数据维度变得低一些 在低位当中更好的概括我们这个数据 那我们之前讲那个LDA的时候是不是说 这个现行判别分析我们是一个有监督的问题 我们需要根据它的类别然后做咱们就是 就是根据它的类别然后去选择一个降维的方向 那这个PCA跟我们的LDA有点不同 我们的PCA首先它是一个无监督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你拿到了一份数据之后 即便你是不知道这个数据当中每一类标签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用PCA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它是基于什么的 它就不是基于咱们的标签去做了 而是要基于我们的一个方差 那其实什么意思呢 这个PCA好比说做了这么一件事 比如说原始的一个数据可能在一个维度上 它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 里边都一堆点都堆在一起了 我们的PCA是想找出来这样一个轴 或者说找出来我们可降维的一个 就是想降维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把我们这些很密集的点 然后给它扩散大 在这里我们的每个点分布起来都是比较大的 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呢我们要基于的方差去找 找最大的一个方差的方向 因为呢最大越大的一个方差方向 就会使得咱们这个PCA降维之后啊 数据点更分的开 一旦数据点更分的开的时候 我们就更好的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任务了吗 不是 所以说啊咱们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基于方差去提取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这个PCA啊 无论是PCA也好 还有这个LDA也好 它们降维完之后啊 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降维之前 比如说咱们的数据啊 它是有些指标 比如说年龄啊 工资啊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指标啊 都是有一个实际的物理含义的 那咱们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原来数据 它是一个100维的 那你给它降到了一个10维之后 什么年龄啊 工资啊 性别啊 这些信息还有了吗 还有一个维度表达这些含义了吗 那就没有了 咱们降维完之后啊 比如说这个10维里边 其中的某一维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这个东西啊 咱们就不知道了 只有机器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 因为呢 在这个降维过程当中啊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举论变换 变换来变换去 就使得我们的物理意义变换没了 但是呢 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我们最终结果想想到什么 比如说做分类啊 做预测啊 我想拿到的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说中间的一个过程 阶段性的一个目标吧 所以说啊 这个PC啊 它的含义就在于 我们想要拿到的是一个结果 而不能够把你的数据 给它降成一个 你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维度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降维完之后啊 真的是不知道啊 这个数据究竟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那这个PC啊 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如果说你拿到的数据啊 比较保密 然后你想跟别人一起分享去做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它先做一个PC降维 降维完之后啊 原来你的一些字段的信息 那就全变了 那就基本上找不到 它每个字段 基本上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了 其实呢 现在有很多的公开数据集 公开数据集啊 它给你发布的时候 有些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隐私信息嘛 它会把这些隐私信息啊 都经过一个处理 那最简单的 做一个PC 那是不是 原来的物理液啊 就全变了 谁也不知道什么 反正你就拿这个数据 当成是一个特征 给我找最好的方案就可以了 那这个 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PC啊 主持人分析啊 从一个整体的流程来说 要做一件什么事 说白了啊 找出来最好的一个轴 这个轴呢 它能方差 能够越大使的数据 分得越开 那咱们在讲这个PC的时候啊 相信大家概述一下 嗯 在我们这个先用代数当中啊 一些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 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向量啊 还有咱们的一个机的变换 向量大家比较好理解 这我就不说了 机变换什么 机变换 咱们就可以这么想 我之所以说一个坐标 是一个32 为什么能说一个坐标32 肯定是说 你给它指定了一个X轴 指定了一个Y轴 你说啊 它这个32 X轴这个位置是3 Y这个轴的位置是一个2 所以说啊 咱们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一个向量吧 它是一个32的向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 现在咱们说 这个32是在什么基础上的 是不是这有个轴啊 第五S轴 有个Y轴 有个坐标系 你才能说它是32啊 那一旦你的坐标系变了 它还是32了吗 比如说 我画个虚线 现在我坐标系 是这个样子的 那虚线这个坐标系里边 这个向量还是32吗 它就不是32了吧 所以说啊 这个基表什么 基啊 表示着就是咱们这个数据的 一个衡量标准吧 或者说 咱们这个数据之所以能叫32 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在当前的这个基上 那基变换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做一个映射吧 由原来的基变换到了一个新的基 那肯定它的值啊 它的一个维度都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点啊 第一个点叫做一个内积 什么叫内积啊 很简单啊 就是说 比如说 现在有两个向量 一个A向量 然后一个B向量 对于这两个向量来说啊 我求了一个内积 怎么求呢 对应位置相乘 然后再求了一家核 不就完事了吗 比如说第一个位置 A1乘上一个B1啊 这是对应第一位置 所以说A1乘了B1 再加上第二个位置 对应相乘 A2乘上一个B2 一直到啊 我最终的一个AN乘上一个BN 这个呀 就是我怎么样进行一个内积的计算 也就是说 对应位置相乘 再加在一起 不就完事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算一个内积 内积啊 在咱们机学当中啊 其实出现了很多次啊 在那个知识相机当中 SBM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 也有这样一个求内积的操作啊 那这个内积 咱们能不能稍微在这个几何上 给它解释一下呢 咱们再来看啊 假设说啊 现在我一个向量A 一个向量B 对A和B求内积 相当于什么 咱们给它展开啊 展开之后啊 就是说 对于我一个求内积问题 我可以得给它进行个转换 比如说A点上一个B 那相当于是A的一个膜 乘上B的一个膜 再乘上A和B之间 夹角的这个余弦值吧 我们来看这块夹角 这个夹角 我要算它的一个余弦值 再算上啊 A这个膜啊 以及B这个膜的一个长度 它们三个啊 乘在一起啊 我就得到了这个A点上B 也就是A和B的一个内积 那这个东西 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 咱们可以再把它进行展开啊 这里我假设了 假设说啊 我这个B向量 它的膜等于1 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它的膜啊 等于1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膜等于1 那是不是就是A的膜 乘上一个1 再乘上一个A和B之间的 一个夹角的余弦值啊 那这个时候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不就等于一个A 再乘上一个夹角余弦值吗 那这相当于什么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 把A这个向量投影到这个B这条线段上 然后求它的一个 适量的一个长度吗 也就是说啊 现在啊 我指定了一个B的向量B啊 它的膜等于1 这个时候呢 我的A和B的内积啊 就等于啊 我把这个A投影在这个B上 并且算了一下 它的一个适量的长度 这个啊 就是内积的一个含义 相当于啊 是做了这样的一个 投影的一个操作 然后啊 咱们再说这个G啊 这个G相当于什么啊 咱们来看啊 刚才给大家其实已经举这个例子了 比如说一个向量 它是一个32 这就是一个32 那其实啊 给它显完整相当于什么 显完整啊 相当于是 我有X的轴 还有Y轴吧 X轴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X轴的一个方向是一个10 然后Y轴的方向是一个01吧 这是X轴方向 这是Y轴的一个方向 只不过说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向量 那你之所以 它是一个32 那是不是说 它在X轴的这个方向 有一个投影 在Y轴的这个方向 也有一个投影啊 那咱们用X乘上一个10 再加上一个Y 乘上一个01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32了吗 就我这个当前X和Y 组成的这个G啊 得到了当前的一个向量 所以说啊 我就说啊 这两个单位向量 一个是X轴 一个是Y轴 就是10和01 我就把它啊 叫做我二维空间当中的一组G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组G了 那有了这样一组G啊 下面就是我的一组G啊 这是有一个X方向 这有一个Y方向 它都是一个单位向量 然后有了一组G之后啊 咱们要看一下 就是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G的变换了 好